中山分局女警用亲切温柔的声音 向民众宣导165反诈骗专线 中山分局防诈宣导团经常深入邻里社区 进行反诈骗宣导 这回趁着亲盈就业博览会 把握人潮聚集机会 举办犯罪预防宣导活动 让市民朋友可以放心求职安心就业 中山分局分局 局长陈金诚表示 诈骗集团会用高薪资 福利加免经验及工作轻松等侦裁条件 吸引求职者应征 或以面试民意邀约 再限制人身自由及暴力对待 强迫民众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或人头 或无意间让自己的账户成为犯罪工具 民众应提高警觉小心求证 随着毕业季及暑假来临 诈骗集团常借着学生想赚钱的心理 需求进行诈骗 提醒大家在寻找打工机会时 要格外小心 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个人资讯 这些诈骗往往以高薪聘用 无需经验或低工作强度等诱惑 领诱人们上当受骗 另外如果在工作前 要求先付一笔保证金或订金 或以作战为理由 要求提供营案存责证本或提款卡 这些都是诈骗的征兆 应该先核实对方的身份和职位 并要求提供正式的职位描述和合约 透过网上搜寻 与正确的公司联系查证 确认该工作的真实性 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初心 中山破利市将利用各局处 及邻里集会场合及活动 宣导反诈骗观念 教导民众最新的防诈知识 避免成为下一个诈骗受害者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